妇婆姐姐去面试新工作 她非要带我一起去新公司 那钱咱们还是留着吧 要不咱们再把之前的房子买回来呗 那得看看我的新工作到底怎么样了 哦那姐你上去呢吧 我在车里等你 你跟我一起上去呗 不是姐你面试我上去干啥呀 你上去上面等我吧 在旁边帮我加加油 哦那行 拜拜 白总 这个人呢 好 那你出去吧 好的 这么早啊杨总 白总您认识我呀 咱们全都这么小 袁总公司的事我听说了 哎真说好事不出门呢 是啊 哎这位小兄弟是 哦我 这是我们公司副总学好 哦哦您好您好白总 哦您好 那袁总意思是 要带你副总一块过来吗 嗯我是这么打算的 啊 袁总 你是过来应聘副总经理的 那这小伙子 我怎么给他安排助理啊 贵公司的副总经理 安排个助理应该不成问题吧 慢慢的问一下 你们两位是什么关系啊 哦我 我们是他是我弟弟也是我男朋友啊 啊我哦 袁总如果要是自己过来呢 我还是欢迎的 但是如果是带着他 那我可能考虑不了了 我白总我不会因为感情的事情而影响工作的 哎 话虽然这么说啊 但是公司的保管带走有群态关系 那我以后啊没办法约住我下部的员工了 哎白总我们可以签一份协议 我也可以交一份保证金 小薰你多大了 哦我今年二五岁 白总 是你年轻 年轻最好 但是在事业上 好像帮助了人家拍的工作 白总 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没什么意思 有你过来一天 我当他许师傅在四五倍的帮 小白总 我帮你把你物的抢来 穿得变 白总 我看的是多小 我觉得我们不太适合 你多乱想 哦 而且小薰 嗯 听话没哭 咱俩 你吃了 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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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薰 快干嘛 我 我 没什么 我觉得刚才那白总说的 说什么呀 说什么呀 他可以 我把你把东西拿回来 可以让你过回以前的小薰 对 你觉得他是真心想帮我吗 嗯 我知道 是我当的 小薰 我只需要一个真心对我的人 钱对我来说别那么重要 可是活着什么事不都得需要花钱吗 哎呀这些不需要你考虑 走吧 你回家好了 没 去 行吗 早 我